广受市民与外县市亲子朋友喜爱的室内儿童乐园 社会处长杨玉欣在市府的施政中年媒体查序中宣布好消息 年底前会再接排两处室内儿童乐园 明年第一季可完成每区都有一个室内儿童乐园的目标 社会处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业务啊 就是室内儿童乐园的部件 那室内儿童乐园我们在今年会完成四所的部件 那么在今年年底稍后29号的我们中正区跟中山区也都会接排 那么原本就有妻妒跟姓幣 所以这四个室内儿童乐园让我们的民众 在这段时间都有很多可以亲子互动 学习成长玩乐的地方 那到明年的第一季 我们会完成另外三家室内儿童乐园的部件 另外为了加强生长与长照民众的移动能力 社会处说明年将推出无障碍交通系统的订车服务 我们在明年会推出无障碍交通的系统 来整合使用富康巴士的身心障碍者 还有使用长照无障碍交通的失能者 需要照顾的这些朋友 所以让朋友们都有单一入口的这个系统能够使用 无论我是要用富康或要用长照 或者甚至特教的学生都能够在单一平台去订车 那么这样就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点对一点无障碍交通的困难 而在长照业务的管理方面 社会处长杨玉欣也指出 明年将比照六都做法进行调整 同时呢比较重要的一个组织的变革 我们在长照由卫生局跟社会处两个单位 那我们会大致上的调整到跟六都一样的回归到卫生局 那有部分辅具还有一些老人福利机构 生长福利机构会留在我们社会处 其他的业务都会如同六都一样的回到卫生局来管理 简单讲卫生局就是做一个全市场照政策目标的订定 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单位把订定出来 那在过去的时候 因为卫生局可能会有他们的想法 那社会处也有社会处的想法 但是这必须是整合一起的 因为从造专的评估 我们可以看到造专评估就是一个人开始要进入到1966 那我需要哪些长照的资源 他可能会说你可以有长照交通多少钱 多少的扩塔 那你可以有居家照顾多少 那你如果需要去机构为时如何 等等他会有很多组合 甚至我可以去日照中心 那这个都是由造专来对一个失能者做出CMS 就是失能等级的评估 那评估完毕之后会交给A单位 就是一个客管师 他会把这个造专评估出来说你可以得到多少东西 那这个造专就要去把那些东西来跟有好多的店家联系 ABC单位他要看你家附近有哪个单位 可以提供你多少小时的居家 你家附近有没有日照等等 那会有A单位 讲到目前这里都属于卫生局要做的 那接下来你会看到居家单位全基隆到底有多少个 日照中心到底总共有多少个 无障碍交通总共在哪里 那机构到底全部在哪里 这一定就全部是社会数的 那所以就出现了老手不合一的问题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在此刻这一年以来 我们努力的把所有能够附件增加总量跟品质的 我们社会数负责部分的 我们也做了很多机制的调整 例如随道随神等等的 那么我们到明年就会开始来做整理 把所有的我们目标就是老手合一 脑规划好多少 然后手要全部配合脑的目标来执行 那因此我们就是除了辅聚以及身心障碍的机构 以及老人福利机构留在社会数之外 但是同时还配合卫生局脑的指挥 以这些留下来之外 其他全部的这个筹设规划 以及固件都会回归到卫生局 那么卫生局就能够符合这个中央的考核 中央来考核是考核卫生局 所以事实上我们社会数 应该是全力的配合 卫生局的规划 然后全力的推进 在过去应该是这样做 那做得比较不足 那现在我们会更从组织调整上面 来直接做出了规划 另外社会处也将在明年推出有爱店家 加强店家的无障碍设施 让生障和高龄族群能够从家里走出来 多多参与社会活动 让身心更健康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